哈喽大家今天想跟你们分享几个我觉得超级好用的评价小物 就是属于那种无意间提升你的生活质量的 首先第一个是我最近才发现的这个乳液分装盒 其实我自己多多少少买过挺多款的乳液分装盒的 但是这个是我自己用下来最喜欢的 第一个呢是它的口径足够的大 所以你不需要像很多的平质的分装盒一样 用专门它们配的那种漏斗去装 我觉得这个口的直径甚至比很多的护手商品牌 它们做的直径都更好一些 就你不用担心挤太多也不用担心说很难挤 还有点呢就是因为它是这种上窄下宽的造型 所以它非常适合随身可以放在包包里面 我现在这两个里面放的就是这个护肤乳 这个又是我要推荐的第二个东西了 这个护肤乳真的是平价那是超级好用 而且它已经是席卷我的周围的朋友圈 就不管是我们爸小家还是我们共同的很多朋友家 他们家里面都会放一罐这个 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呢 我因为一些私人原因就回了一趟西雅图 大概是要坐六到七个小时的飞机 坐飞机的时候呢就是不停的拿酒精消毒去消毒手 不然就是洗手 然后每次洗都会洗到个20秒 以至于我右手的食指指腹非常严重的脱皮 怎么涂各种滋润的药膏都不好 只有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管用 涂上去以后它不是那种很粘腻的质地 可是它非常的滋润 不像很多的护手霜会假的有假粘 第三个东西呢就是我上次在投发的那个专辑里面 跟大家推荐的这个 这个是一个护发精华的上药器 因为像我这种燃漂烫的专业护 就是多多少少还是需要去考虑一下头皮环境 大家有没有发现前几年我还挺秃的 这几年就还可以 因为我从前年开始就非常兢兢业业的 一定会涂头皮的护理 但是很多的头皮护理都会导致你的发根特别特别油 而且没有办法直达你的头发 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一个上药器 你就直接把你的精华倒在这个里面 在你想要针对的头皮的部位进行梳理 最贴心的一点呢 是它这边有这个毫升的刻度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倒太多或倒太少 接下来呢也是一个按摩的神器 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最近才买 买了一周但是真的爱上它了 像上两个星期白天的工作时间以外 剩下所有的空闲时间和周末都在沉迷于宝可梦的世界 阿尔宙斯真的太好玩了太上头了 所以我每天除了说上班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下了班就是这样子的 导致我的肩颈超级痛 痛的地方呢又属于那种你正常按按不到的 然后我就在网上搜搜到了这个 这个真的是太棒了 因为它有三个头然后分别是不同的宽度 所以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想要按的部位去选择你要使用的宽度 那我一般会放在瑜伽垫上面就整个躺下去非常的酸爽 还有一点我后来发现就我早在床上 这样子靠着玩阿尔宙斯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直接靠在床头上 这样子就不会耽误我在宝可梦的世界遨游 又可以同时放松我的肩颈 接下来呢也是一个我觉得日常当中很舒缓的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小的热带也算是冰带吧 因为它是两用的你们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可爱 如果你要热的使用呢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微波罗布里面 大概800瓦热个20秒 它就是那种非常舒服的热敷的温度 想要冰敷呢你就把它放冰箱里面大概放两个小时 因为我自己是有鼻炎的嘛 然后每天早上起来鼻子都会很不舒服 有鼻炎的人都知道是这块最难受 就是它的这个形状非常的灵活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这样子小小的对折 然后整个这样子压下来 可以很好的照顾到你面部的勾勾赫赫 然后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还喜欢这些评价好物 我觉得这些东西虽然它们很评价 然后看起来非常的 哦这个有值得介绍吗 那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就可以让你生活当中的无形之间便利了很多 也可以很好的消除你生活当中的一些疲劳感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